台鐵吉祥物鐵路送上最新品小捲便當給熊讚 讓熊讚興高采烈 也回送自己的娃娃紀念品 泰北市觀光傳播局和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合作 讓熊讚紀念品在全台五間台鐵夢工廠上架販售 散播可愛美麗 那你今天有很期待來看熊讚嗎 有 那你為什麼喜歡熊讚 可愛 因為從四大運最後一天 八月三十一號有一個英雄四大運大遊行 那經過我們公司門口 然後就覺得這隻熊怎麼那麼可愛 那從此就喜歡上牠了 只要看到牠的活動都會跟著去這樣 有空的話 像昨天介紹中山站的地下街 因為是里長婆出來帶大家 然後突然發現原來 除了以前我們都逛中山地下街 上面的赤峰街巷弄裡面有很多小店真的很棒 所以就覺得說下次有空的時候還要再走過去逛一下這樣 然後就是會有跟牠一起互動的機會就更多了 因為以前都站在高高的台上有時候大活動 其實熊讚牠從四大運開始 牠就在台北市的很多角落傳播歡樂 那到現在粉絲也有將近二十萬 那今年其實也是剛好大家都知道疫情三年 有很多不管是在觀光或者是商圈經濟都有受了一些很大的影響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底下我們就認為說其實熊讚不要只是做見面會而已 而是用把牠這一二十萬的熊粉能夠帶到台北的各個商圈 東西南北各個商圈以牠實際行動去逛商圈去拼經濟 那其實在這段時間裡面熊讚自己在生日裡面也過了非常不一樣的生日 因為牠也玩了一些電玩在台北地下街的電玩或者是皮影系我們傳統的 或者是現在的街舞這些部分 那所以其實我想牠的八歲生日對牠來說應該是非常有意義 那在熊粉也有一些全程參加的熊粉 牠們是趴到哪兒就跟到哪兒 那難免就是說好像會離請一破門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今天最大的意義就是跟台鐵合作 熊讚的一些商品牠能夠在台鐵的五個夢工廠 也就是說就像有點把愛傳出去的概念 那我覺得熊讚八歲後 然後熊粉們也看到牠走了這麼多商圈 了解台北的美好 那我想明年的見面一定又是一個非常精彩的 因為我喜歡牠 是因為牠如果沒有辦法出國的時候 我可以帶著牠到我們熊讚的熱氣球 一起去拚外交 做國民外交 對吧 有牠在就感覺好像在身邊一樣 對 把活力帶出去 太棒了 那熊讚你要不要自己選一個 你覺得最喜歡的東西是哪一個 就挑 來 挑挑看 碗嗎 就是要吃飯 就是要中午 對 中午時間就要吃飯 你確定是碗還是碗裡面的食物 碗裡面的食物吧 熊讚也特別化身一日台鐵便當店長 幫忙銷售新品小捲便當 現場集滿粉絲搶賣與拍照 帶動人潮與前潮 熊熊聯手出擊要來搶供商機 首先我們非常開心今天熊讚來到我們台鐵局 我們的莫工廠來過生日 那今天我們配合熊讚的這個活動 我們特別推出我們最近還蠻夯的 我們的小捲便當 那這個便當其實是在今年六月的時候 我們便當節推出 結果賣得很好 那每天早上都有粉絲會來排隊購買 所以我覺得今天把這個便當獻給我們的熊讚 是最適當的最好的一個生日禮物 那為了這個活動 今天我們另外還有多項 我們台鐵商品的一個優惠特賣 那也歡迎各位熊讚迷 我們這個便當的便當控 今天能到我們台鐵的莫工廠 各個實體店來做參觀 來做選購 不管是鐵魯 憨娜 或者我們的熊讚 甚至搞不好交通部的歐熊 我們都是希望大家常常熊熊見面 然後能夠帶來很多歡樂 所以我覺得各有美感嘛對不對 然後他們你們看三個人在 三隻熊在一起就是那麼歡樂啊 所以就是廣交友嘛 跟觀光一樣啊 就是廣交友 然後讓這個更蓬勃嘛 熊讚在台北車站還特別邀請貴賓 與現場朋友一同跳主題舞 加上慶聲巧段 藉著活動圈粉 帶動熊讚紀念品的銷售 記者溫君 台北報導 大家都生日快樂 大家都生日快樂 熊讚